本影片含有大量黑暗靈魂2緣聚節人的劇透內容 如果你不想被劇透的話 請你在完成這個遊戲之後才觀看本片 大家好 我是RangerEast 阿Dong 在昨天的凌晨 即2月5日的凌晨 PC版已經有一個更新 這個更新是傳說中的scorer of the first scene 也是中文即是原聚節人的更新 這個將會在PS4、XBOX1、PC版的DirectX11版本 是同一個版本 所以理論上我們是獲得一個免費的更新 好耶 其實我已經率先發人一步 就已經去體會了新的內容 我在這裡教大家怎樣可以去 玩到一些新的內容 其實我沒有完全玩完全部所有的位置 所以可能有些位置我會留下 第一個你可以接觸到這個原聚節人的地方 就是你打完腐敗物之後 原本有個營火會去沉沒國王聾壁之都 在之前的初始營火會有一個原聚節人 你在那裡會跟他聊天第一次 第二次就是不死靈廟 他會在不死靈廟的第一個營火出現 而不死靈廟的第一個營火也因為這樣 所以變了位置 第三個你看到的地方就是這個龍祭壇 第一個營火 就是過完橋的位置 你會看到他出現 而在這裡他會說出他自己的真正身份 我也不方便劇鬥大家 而第四次見到原聚節人 就是你打完杜拿雙雀之後 伴隨之這個更新的也是更新 更新更新更新 而在這裡也不想劇透大家太多了 我希望大家會自己去玩一玩 另外就是那隻無底戒指 我忘記了是無底戒指 那隻無底戒指 就是傳說中可以令到你 不會吸收到任何靈魂的 即是可以令到你壓 level 因為這個戒指的存在 令到我是很開心的 可以低 level PVP 那這隻戒指 你可以在哪裏拿到呢 就是在史瑞德的身上 你可以買到的 那... 大家不如自己玩啦 因為我都不跟大家說了 我都要開始... 應該將會不救 我會再次玩一次 Dark Souls 2 那用什麼形式玩呢 可能是直播 也可能是錄影的 那看看哪一樣會比較好 那... 在這裏呢 要跟大家說一聲 拜拜 拜拜